希望大流小略合作 朝著民眾委託你們的目標 一起往前邁進 因為在這個時候一片混亂 有人在悄悄的出脫黨產 自身媒體人蔡玉珍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來看雙子星土地 到底怎麼回事 就要回到得票率最高的王定宇 他在前天 他張貼了一則名為 土地標售的分類廣告 這個方式跟之前許家青 告訴我們分類廣告的方式很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廣告 土地標售 這個房地51 這邊還有個電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塊地 到底是什麼呢 王定宇這也很可能是國民黨 在臺北市雙子星C1的一個持份 而且他的總值高達58.07億元 我們帶你來看看下一張 那麼國民黨新華光公司 持有這個C1505坪的土地 是北市府跟臺鐵之外 第三大的地主 按照前市長郝龍斌時代規劃 臺北雙子星要開76 以及56層 我們來看到就在這一塊地 好 國民黨可以分回4000多坪 獲利40多億元 柯市長上任之後呢 查弊案也才是呢 這個開發樓層要降為10層左右 而且暫緩開發 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是王世堅 還有梁文傑表示 國民黨敢在黨產條例通過前要脫產 那麼趕著拖手並線 明顯是在躲避 這前天報這個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有人後面追加了一把最新新聞 不止雙子星還有新據點 新據點是什麼 是個KTV 我們來看看在這個2015年12月的這幾筆 是許家興報出來的 那麼現在2016年 我們看到的還有包括這個雙子星 剛剛講的 台北市長春路 這裡還有就是新據點 KTV的所在大樓 在萬華區成都路啊 但是我們看到他這個標售的這個事業 營業這個產業的這個事業 是豐原建設 那麼為什麼要放豐原建設 其實背後你再仔細去一查 原來就是禦台開發新光華轉投資 所以陳婷菲就說這個新據點的業主 就是豐原建設 公司地址根本是國民黨黨中央 國民黨知道大家都在盯 所以改用其他的公司 想要來進行脫售 而總價多少 我們來看看 現在這幾筆總共加起來 那麼現在國民黨出拖的黨產 有98億382萬元 佩芬姐 這有沒有可能 新據點 去唱過歌嗎 我倒是不知道 我知道當然就是當初那個 中廣賣的時候 然後還去買了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大樓 那個大樓根本不能用作廣播電台 內棟在林申北路 對 那然後最近中廣也想賣 在VMix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常去那邊錄影 我剛剛為什麼說說 劉泰英知道的會比較多 特別是這一段 因為我記得那天 正好是馬英九當選黨主 臺北市長 1998年 那國民黨幫他辦了一個歡迎茶會 我碰到中廣的那個董事長 李慶平 李慶平就碰到我 我就說我告訴你 解決了 我說怎麼解決 他說上面已經交代 交代說賣了 就是可以賣 所以那個中廣的地就賣了 就賣著那一塊地 然後後來就還有那個插架 然後就送到誰的手中去 那最後就買了那個一棟大樓 那個大樓不能用 然後又在那個什麼 另外一個地方買了一個KTV吧 好像 本身就那個錢就是換來換去 最後就是說變成說一個東西賣掉以後 他買了好幾樣東西 所以你去追的時候真的是要花時間 而且那個當初的人 有的還在 有的已經不在了 所以那個追起來會比較麻煩 可是你說這個要賣這些東西 是不是合法或者合理 OK 不合理的應該把它交回來 蔡玉珍還在 我是有點聽不下去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對這些事情 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們的作弊跟那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我給各位看 就是說如果以這個C1這筆土地的話 他公告的是新光華對不對 好 那新光華不用講 他就是中央投資的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也就是說他的母公司就中央投資 那照理來說 你中央投資的財報 你國民黨在弄你的財務報表上面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C1 就是不管你的土地 持分禁止多少 他現在當時是505坪 OK 那以現在的這個容積的話 那他大概可以分到 就是乘以11.5 大概可以乘以11.4 對 那乘起來的話 其實總共的這個價值 大概超過50億一定有 好 可是我們來看喔 國民黨他最可惡的是說 他永遠到處藏 那我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先看 先戳破他的謊言 這是他在民國102年的時候 財團法人 這個中國國民黨告訴我們說 他的這個資產負債表 他的土地只有多少 我的土地憨不浪當 只有6億啦 那我的房子呢 我的房子只有4億啦 賣我 所以你國民黨這10億 這10億我買了 我乘以2好不好 我找人辦 乘以5給你買啦 所以你看喔 他告訴我們 102年的時候 他的土地只有6億多 他的房子只有4億多 所以他說 我的我的這個資產 只有只有10億 因為其他的 他告訴我們說 兩百多億都信託嘛 那其他的叫做事業投資 就是轉投資到別的地方去 那轉投資到底是不是只有這兩百多億 這裡是兩百三十二億 到底是不是只有這些 我跟各位講也不是 那不知道幾千億 甚至上兆 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兩百三十二億 我也可以乘以2 把它給買下來 OK 所以他而且他告訴我們說 他找人買嘛 找財團買太簡單了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這也是一百零二 他說我的土地是一百四十九筆 房屋是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八筆嘛 他就告訴你說 我只有這個 而且我委託各縣市貸管 那可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那在兩百零七年 就是我們也追查過很多黨產 就是說這個是一百零二年 他自己公告說 我只有這樣而已 好 可是真正的 真正國民黨屬於國民黨 跟黨營事業 跟他底下的團體 包括救國團 包括民眾服務社 哼不浪噹 我們隨便幫他統計 都有上千筆 這個落差太大了吧 就是這裡土地就有五百九十三筆 然後那面積更不用說 好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幫他計算的 也就是包括你要標售的 這個西門町的土地 甚至西門町對面 現在是成品 現在是成品 因為隔壁有一個明日飯店 不好意思 隔壁隔壁的明日飯店 剛好委託我幫他找買主 人家那個一瓶賣一千萬 那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原來的曾善美戲院 也是蹤影的 他的土地 比隔壁的明日飯店的一百七十瓶 還要多五六倍以上 玉珍你事業做這麼大 所以那裡至少百億 沒有就是砍膠 人家說你幫忙找個買主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跟你說 對面這個也就是 這所謂新據點 那個地點不輸給我剛剛在講的 包括原來的曾善美 就現在的這個西門町六號出口的成品 那他對面那邊好像是五號出口 就是都是最精華 然後一坪土地都是上千萬的地方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幫他統計的 就是國民黨的 包括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那這個是我在講說 人家統計的跟你自己 跟你自己揭露的也差太多了吧 而且不只這樣子喔 他剛說他的事業投資 只有兩百多億對不對 只有兩百多億 我跟各位講 我如果不是喔 這個也是因為自己有做一些投資 然後剛好跟他們又搭上了 我真的還不知道他們到處都在藏錢 你專買黨產 我剛剛沒有 我跟你講我必須承認 他真的是很會做生意 因為那個他有一個老闆 叫做廖萬龍烏鋼大王 他有一次問我說 你們上一個節目多少錢 我說大概五六千塊 他你們是真沒出息 讓人家蔡玉珍做一筆生意 就賺了幾百 我跟你說他的新劇點的樓下 也剛好就是他們那個中常委的飯店 蔡玉珍他都不拿通告費的 所以我要 好我跟各位講 你還等他才入 來來來 他的所謂的事業投資兩百多億 那個也是算錯的 為什麼 因為我說我敢跟你 你陳述底下所有的股份 你都轉給我找人來買 你看喔 這個是國民黨中央投資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底下 我特別找出一些 徐立德的環宇投資 當時我就在計算說 連勝文就是連家軍 連家主要的大帳房 徐立德旗下的這些公司裡頭 你國民黨到底償了多少錢 這個就是所謂的事業投資 那我剛剛提的包括環宇 然後包括這裡的陳宇中佳 這些都是跟中國大陸 也就是徐立德還有連戰 不是帶著一堆人去剪彩嗎 有沒有 包括林玉玲的這個 中國大陸的土地開發 還有日月光張家 甚至這些人 你看這裡的中央投資 佔的股份非常非常多耶 然後這個也是喔 這個這家公司中佳 中佳投資 全部都是國民黨的中投 也就是說你自己在這幾個 所謂的徐立德掌控的五大投資公司裡頭 你佔的股份多少 來這個叫做成宇 這家叫成宇創投 成宇創投裡頭你看 都是國民黨的中央投資 還有我如果不是為了說 我們有個賣場想要去環球購物中心 我講過說現在不是很流行說 你像這個Outlet或什麼 很多購物中心對不對 結果原來 原來購物中心裡頭也有國民黨 為什麼 這個叫環球購物中心 然後我們有想要去簽約 這是永和那一家嗎 不是這個是機場捷運的A8 就是長庚醫院的 然後這包括永和那個也是他們的 那他們現在在搞賣場對不對 主要的是跟冠德的馬家合作 結果這裡頭也有奇魯企業 對不起 奇魯企業就是誰 奇魯企業如果你在按他的公司的負責人去看 就剛好就陳述啦 陳述是誰 中央投資的董事長啦 奇魯是國民黨1949年唯一帶來的黨災 一講國民黨只剩下殯殘業沒有做而已 有 殯殘業有 殯雲就他們家的 殯雲他們當年賣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塔位 國民黨您說是國民黨的什麼人 當然有殯殘業那個農業 不是就跟你家有關係 那個是他們後來殯雲轉過去的啦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講的是現在喔 現在喊不浪噹 包括徐立德在海外 在中國大陸各省各各級城市的這些開發案裡頭 都是有所謂的成語創投中家創投 淮語創投跟國民黨的中投 他佔的股份非常非常的多 那怎麼拿回來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他在財報上面所提的 所謂的事業投資的部分的兩百多億 他只是精算 他用多少算 用十塊錢算 對不起 他用十塊錢算 告訴你說 我的資產這裡是兩百三十二億 那所以我就說 好嘛 乘以二你要出脫嘛 乘以二我找金主來買嘛 所以那你土地的話 我乘以五我找人來買嘛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國民黨實在是 他最會扯謊的就是說 你到處去看 他所有的轉投資事業不升美舉 所以你很難想像說 包括了現在光只有一個台北車站的 雙子星的C1 他就有超過五十億 那中華路的新據點呢 他的價值 我剛剛講一坪就超過一千萬 那他持有的土地到底是多少 還有對面的 對面的現在成品租下來的 原來屬於中營的珍善美戲院 那這個戲院 如果大家去看那個黨產歸零聯盟 因為我今天本來要把 剛剛那個徐委員說 要去跟日本人要這個黨產清冊 對不對 不用 當年我手上就有一份 日本點椒的黨產清冊 我本來要回家翻箱倒櫃 就是這些資料都很清楚 只是說你國民黨 你至少要給我們的事 你至少要給我們的事 至少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 所列出來的土地 土地至少大概有一千兩百多筆 然後借物的話 算起來大概有兩千多筆 至少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我們所要追的最基本的 那至於其他那些被馬英九 用所謂賦買回合約 所簽署賣出去的 這個才是所謂的黨產條例應該追的 他是賦買回還加回算 對 賦買回 回家回算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合約 那這裡頭呢 包括中影 包括中廣 也就是說 現在郭台強手上的中影 你到底買多少錢 你所謂的賦買回的合約 是什麼樣的 喪權辱國 然後呢 甚至呢 就是半買半送的合約 這個都是在黨產條例裡面 應該還可以再追的回來的部分 我只是先戳破說 你不要騙人了 你告訴我們 你的土地 在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只有十億 然後你的轉投資事業 兩百三十二億 你永遠告訴人家說 你的黨產只有兩百多億 全部都信託 騙鬼啦 誰會相信啊 國民黨的詭辯 還有國民黨的說謊 為什麼詭辯 國民黨說你看 我們最近不是賣很多黨產 做了很多公益嗎 當我在講這個 我在講說 你的黨產明明就是 從國家 或者從當時日本 撤的這些東西 是人民的錢 你等於是 用你的公權力 因為你是執政黨 用公權力 從人民身上挖來的錢 好 好 好 很想 鼻子 從來 那裏 使勞